大家好, 今週在歐霸杯很失望地和了球 回到聯賽, 大家對著維拉應該都不敢想像太多 最後就和了球 我不知道一分大家是滿意還是不滿意, 0 比 0 這隊的對手其實近兩季都是勁女 上季拿第四, 暫時都在第五、第六位都站得挺緊的 所以只是計這一場, 同樣地我上次都說過這一句 只是計單場的結果, 這個結論 0 比 0 是不能夠太差的 這個是客觀的事實 但事實上又有另一個角度 如果你聯合之前的比賽, 累積到這一場 其實今季的比賽已經去到第十一場 這場 0 比 0 的溫和 我覺得是不足以挽回大家的信心 亦都不足以挽回我對團隊 或者整隊球隊的信心 一點都沒有 還有大家看看積分榜 一周又一周 你頭兩三周 你就說剛剛開始, 沒什麼所謂 但打一打一打, 七個星期 七輪的聯賽越踢, 名次越低 一路一路沉下來 現在去到第七周, 落到第十四位 距離第四名, 雖然都是六分 不是真的說很遠 但距離降班區 仍然都是接近距離前四 當然你說六分球很容易追 兩場球內就能追到 但是你要看一下 中間有多少對球 如果你說前面只有一兩隊 那他的確兩場之中可以追到 但是這麼多對球 就不會全部一起失分 所以其實六分 都不是真的一個小的差距 再莫講就是 我們自己贏不贏得到 我們能夠全取六分, 九分, 十二分 你才可以追的 但是現在看個小 就難一點 還有你對比過去兩季 其實大家現在討論的重點就是 是不是應該要相信過程 相信過程 但是你看到是沒有進步的 第一季七輪十二分 我們第一年阿廷克來到的時候 其實都對他有點失望 因為本身以為可以更加好 但是新上任七輪十二分 不可以說太差 當你未適應英超 或者那班人未是你買回來的球員 可以理解 去到上季都給他一些理由 因為上季大面積的雙病 很多整條防線都用不到 七輪九分 退一步 那就算了 當你雙病 但是來到今季了 人又繼續買 雙病不是沒有 但是其他球隊比我們嚴重的雙病 更多 包括我們的對手阿士東維拉 你看看別人的後備值 其實只有三四個球員 你認識 全部都是U21 所以其實有兩三個 三四個的球員受傷 對對都有 所以今年其實是沒有雙病這個借口 七輪只有百分 一年比一年少 你要人相信的項目 我相信你都要相信是要有 progress 才行 這個我覺得很公道 你如果沒有的 那你怎麼說服到人呢 你有進步 你才能夠保得住的稅位 保得住粉絲對你的支持 至終我覺得我們是萬聯的粉絲 教練 其實真心我不會有任何一個教練 我會做他的粉絲 即是輝sir 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他 是因為他帶到榮譽給萬聯 並不是他的人 我們一定要對他忠誠 我相信這一點 就改變不了 我沒有看到哪間球會的球迷 對那個領隊 他踢到怎樣差都好 都會對他死心塌地 你試試現在歌帥跌到第十名 看看還有沒有萬成球迷會喜歡他 我相信都已經在叫他走 包括利物浦 高普其實沒有什麼教過他特別差的 但是跌到歐霸背 都有利物浦球迷叫他走 現實就是這樣 世界就是這樣 今場總算沒有輸球的 沒有失球的 我覺得有賴就是戰術上面 沒有再亂來 沒有那麼進取還是天真 總之就沒有那麼進取 沒有整天想他逼迫到亂七八糟 所以打得好少少 有些部署上面的分別 我們又可以看看 最後 當然就是跟大家討論一下 瑞惠的問題 究竟現在是會怎樣的情況 這場球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有一些特別的 對維拉來說 就是因為我們去年萬聯好屎 也好 拍第八 只有五十幾六十分 但是對他們是兩戰兩勝 維拉其實對對強 對著他們都沒有任何甜頭 就是萬聯對他們兩戰全勝 來到今季 艾美利賽前就不斷幫萬聯帶高母 不斷說不敢輕敵 準備這場比賽更多 說萬聯難以應付 是歐聯級別的對手等等 他說有道理 因為他不擅長應對萬聯 就是這樣的情況下 他真的我覺得都幾認真的 打下去 加上就是有一些因素 就是歐聯維拉搏到盡 就是真的出盡奶力之下 在歐聯成功1-0 險勝了百人 毛利克 你可以想像到消耗有多大 搏到最後 先是入球球 然後就死守 守到最後一口氣 才拿到三分回來 更慘就是他們 他們傷了兩名大將 都是中場 一個即及藍絲 另一個就是金櫃收購過來 入到幾球球的阿瑪道 奧娜娜娜 兩個中場一起 在周中傷了 對著萬聯 當然是中場的實力會大打折扣 再加上其實本身他們的雙兵都多 就是泰羅明斯 上年重傷 布巴卡卡瑪拉也傷了 隊長的麥堅也都前兩場 已經是傷了 其實還有一兩個 所以其實你看到 陣容 累的 又傷多的 跟歐聯那場的對比 有不同 但是 都真是一些被動的換人 因為就是傷了 沒有辦法 不用一些 再次選一些 所以這場 你看到艾美利 在用人上面 有一些的制爪 所以他都踢得保守 我近兩年 很少見到 維拉 踢得這麼慢 因為維拉本身的打法 都很熱刺 都是很喜歡上去逼 高位 上年其實都試過大敗 有些比賽贏得很精彩 但是打得不好的時候 錯漏百出 被人不斷 一球 其實都是冒險打法 但是今天這場 對著曼聯 是很謹慎的 踢得相當之慢 你看到陣容 其實就是主要原因 有四個並不是主力的球員 包括一個是路斯巴克利 今年幾百萬低價買過來 馬迪卡樹 今年其實只能出百幾二百分鐘 他如非必要 他都是打後備 如果有中堅 給他用的 就會是乾沙打右閘 今場乾沙打中堅 然後就是利安貝利 這個球員 大家都覺得他是有實力的 但是在維拉 其實基本上 他都不會是打正選的 這個位置應該會是麥堅 或者其他球員 就會是打正選多過他 他都是一半時間是打後備 有一兩場會打正選的 他都不是一個絕對主力 那麼左翼的菲露珍尼 就更加弱了 就是這個球員 其實根本在維拉是沒得出的 但是就因為這麼多人受傷之下 他今天就有一個正選的機會 你看到他的質素 其實對著曼聯 你看得到很清晰 是沒有質素的 這個球員差很遠 對著馬沙奧利 馬沙奧利是當他小朋友 每次逼你 一逼就掉了 就是相當之亂口 幾個不是主力在這裡 再加上乾沙 其實12分鐘就相出了 又少一個主力 五個不是主力 其實曼聯對著這隊的對手 真的只有六成力左右 維拉並不是枯 但是曼聯周中都不好得太多 我們對著川敵消耗都大 還有歐霸杯 我們遲他們一天踢的 我們星期四晚 再加上作客維拉 都要搭車去百明漢 一個多兩個小時 車都不要說少 其實我們的體能都不好 再加上今場令人意外地 輪換成一對中堅 我覺得都是沒有選擇之下的選擇 因為你看到迪列特和馬天尼斯 上兩場我都說他們絕對不值得 繼續打正選的 特別是馬天尼斯 今季根本沒有好過 所以你這個輪換 我覺得是沒有選擇下之中的輪換選擇 你總不能夠十一個又打出來 即是又打出來又傷了 防中呢 他繼續選擇他心目中的全控的組合 即用文勞加艾力神 賽前其實大家都很擔心 或者這班中場對著維拉 出名高的活力高跑動 頂不頂得住呢 但結果又沒事 因為對面不是很高的活力 今天的中場 始終巴克利就不是麥堅 就不是這個職級藍絲 或者布帕卡卡馬拉 他30歲有的了 即是他本身也都不是擅長跑動 即是這幾年打了他 拖後6號 站在那裡踢球 迪利文斯其實年紀都不小 他也都不是很擅長身體 迫搶 跟奧娜娜又是差很遠的 再加上一些皮兵的問題 我們中場又沒有什麼大問題 即是這場球 我們黎張摔角 在跟他們三個搶三個 大家都控不住這場 其實質素挺低的 逆風就繼續輪換 都是那一套 就是這三個逆風 上場打了正選的阿瑪特 又打得一般 這場又被人扔到後備 結果就出來都幾乎沒得踢 即是安東尼就出先 他就沒得打 我不知道這個是純粹輪換 還是表現上的不滿意 總之這個位置就有少少變動 其他呢 就沒有了 戰術上面 其實雙方打出來都很近 都是這樣 前場呢 不做無謂的迫搶 盡量上謹慎 減少後場的空間 中場塞多些人在這裡 不要亂上 你控球後場有你控 中間你一上我才衝上來 跟你四個夾你兩個 四個夾你三個 那麽上下的打法 那麼 猛亂空球 真是你見到 我真的沒見過屈堅斯 在對手中堅拿球的時候 他是向後跑的 你見到那些肢體語言 經常都是打橫向後 甚至是在散步的 其他球員呢 都沒有任何迫搶的慾望 非道真是沒有的 右邊 即是這邊拜利 走著的 迪利文斯 迪利文斯 正在走向後 巴克利正在走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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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利文斯 插著腰站在這裡 多輕鬆 萬多年長球 中後場 沒有的 一點壓力都沒有 別人站著站著 就在禁區外 十五到二十馬 這些地方才報防 麥姦壓 伊雲斯 其實兩個就沒有什麼數據 看得到 其實在後場 他們控球的時間 是很長的 因為沒有人來搶 奧娜娜拿著那個球 其實都很多 這場球 可能兩個中堅加個龍門 兩邊加上六個人控球 佔了場球 起碼都三四分之一的時間 即是站在這裡 甚至是踩上球 但是 我們中堅又沒有急 打場傳其實相當少 整場球 麥姦壓半場換走了 應該有點受傷 伊雲斯踢了九十 幸好他膝頭頂得住 加起來只有八腳 長傳大過三十馬 大過三十馬 也有機會 都不是斬上去 可能就是轉邊去邊路 所以 你看不到他們有 強行來 長傳 讓福仔走 讓海龍走 甚少出現 甚至 你交到上來 給艾力神拿球 對面都不迫 這場球 大家都很斯文 大家都留著 好像很怕輸 好像很怕傷 屈建斯還是在走 散步 菲奴珍尼還是站在這裡 我真的很少見 艾力神拿球 可以這麼輕鬆 在英超來說 極少出現 所以他今天 是我們隊中 最多傳播的一位球員 51次傳播 成功率有86.3都高 因為他很多 斬角球 處理死球 基本上都會失 失多過得 所以他如果不處理死球 應該會超過90% 也有兩個key pass 所以艾力神今天 算是負責著 曼聯這場球 組織的重擔 當然效果 不是真的太好 都不能夠靠他一個 他鬥到這麼深 難道你依賴他 衝出一些 手術刀的全球 是沒什麼可能 相反 去到維拉 後場控球的時間都多 曼聯的布防 就更加誇張 剛剛我說的維拉 都是在禁區前十多二十馬 就是在這些地方 剛剛是1.5個影線左右 就是在這些地方 曼聯是再後多十馬 你看到海龍和班奴 是近的中圈多些 距離禁區是遠到不得了 馬蒂尼斯拿球 經常踩在那裡 等著你迫上來 誰知道我們完全不為所動 明顯就是放棄了之前的迫搶戰勝 我不知道艾美利能不能夠遇上到這樣 他有說到賽戰 就說他花了很多時間 準備這場球 去研究曼聯的戰術 但是如果他有研究 可能這場球 他就會大失預算 沒有想過曼聯會打到禁保守 跟之前的迫搶完全不同 其實這套打法 就回歸回現實 我覺得是一個正常一點的戰術 沒有再活在夢想裡 很理想化 我一定要逼到 逼到就可以進攻到 全場壓住對手 這樣打馬上的防守就穩固很多 沒有再亂動 結果 後果 就是對手跟我們 都不太懂得進攻 又很保守 結果XG 半場0.16 對0.18 即是一場毫無內容的比賽 其實現場看的時候 都看得差不多瞎眼睡了 但是曼聯的問題是什麼呢 你不做前場迫搶 始終你在前面迫搶的時候 你搶到球 是距離別人的龍門很近 你不需要想太多 但是現在你不做迫搶 你就在很遠的地方 可能在中圈附近搶到球的時候 是最多 你距離那麼遠 你是要想多很多 你平時搶到在禁區頂 你只需要快 前面見到誰 可能搶到就是三打三 見到誰就比 比完就自己衝進去 這些是不需要很多的進攻的章法 組織也不需要太複雜 是容易的 所以見到曼聯 有時搶到球 馬上進攻 我們是能進球的 前幾場很多球 其實都是這樣做到威脅出來 但是今次在中後場搶到球 你就沒有辦法做快 你快的話 你就會容易掉 但是我們要打得謹慎 他又不可以一腳打上去 所以我們又拖慢 拖慢就更加講求組織 進攻上要配合 怎樣拉邊 什麼時候overload別人 全中 或者是一些前中後處的配合 大幅度轉邊 拉扯別人的防線 這些東西 曼聯過去這幾個月是沒有打過的 因為我們一向都打在前場迫搶 洗鬼做這些事情 一向都不做 那你現在要他做回 他又不懂 完全沒有這個sense 這場球 我們看到 發現是一些板斧都沒有 一些思路都沒有 蒼白到不得了 不是的話 不會打出一個0.1幾的expect to go 圍拉那邊 你都可以說他們進攻的配合 兩個翼鋒 一個就是完全大後備 一個本身應該用來做變招 兩個中場又是有個大後備 沒有了中間衝上overlap的onana 沒有了麥堅的插相 他們不懂攻 是因為不夠人 但曼聯這班是正選 我們基本上就是差一個左閘 其實10個都是正選的 你心目中正選 最多就是中堅那兩個 但中堅兩個和進攻沒什麼關係 中前場全部都是你 心目中最好的進攻人 就是防中 亦都選擇了兩個進攻型的防中 文露和Alexis 你都沒有用卡斯米尼和烏加迪 我們是一些思路夢 你看到對球 打中路的時候 交給海龍 無論他是反擊還是做支點 他控掉是多於控倒的 就是那些球 要不就馬上掉了 送了給人 要不就不能掉 但是捆著捆著捆著 捆著自己不順之下 又把攻勢拖慢了 或者被人最後撞散了 打右路加拿走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左翼 你打右邊沒有表現 又不能怪他太多 右邊是沒有板斧 突破不了 對著別人的集位 你不掉也算很好 他沒事可以做到 有一兩下 中間被人看完他的路 直接球都搶起來 中路右路廢了 易鋒不行 你有沒有辦法 叫集位後上 可以嗎 達落左邊 一直都上不了 其實他拉中間的 內設形集位的作用 少了 他沒有那麼多拉中間 因為縮在後面 就放兩個四人的防止 和中場使用好些 有拉邊但是沒有後上 左邊沒有了 右邊馬沙奧尼算有些貢獻 但是又有傷出 半場證實了他真的有些受傷 國家隊都沒有入選 連迪諾夫出來 你又不可以預期他進攻太多 其實他都有一兩下跌 都算是這樣的 但是也不是說真的幫得很多 是去到安東尼入到尼 先叫做有一點點在右翼活動的跡象 接著公中的班奴 這位大哥 兩場拿紅牌 今場就踢得很斯文 但是還是繼續引伸 90分鐘 又再次一場是0key pass的比賽 他又不是協助防守 又不是墮後組織 你在前面又沒有key pass 又沒有做迫搶 這場不是真的做迫搶 他在做什麼呢 繼續的角色依然是很模糊的 最後真的有威脅的 真的只有福仔 我們數據上有四次中籠 兩次就是福仔的內切射門 是有些威脅 有些勁度 有些角度 其餘那兩次中籠 就是安東尼一口換進來的 內切射球 軟弱無力 那一下根本沒得進的 還有一下就是加拿組 不知道為什麼踢右翼的時候 去了左邊 很窄角度 就一棍勾下去 近處裡 就有省死沒有入球 基本上都沒有可能進到球 就是expect a goal 只有0.0幾 射了就等於沒有射 就拆了一下數據 那整隊就是 入球不外乎組織 小組組織 沒有了 全中有沒有呢 沒有了 我整場都沒有見過 海龍有機會去爭頂 搶點 可能只有一下半下 沒有全中 沒有小組 最後 只有四次屬於逆風的軟蛇 那怎樣入球呢 就是你這樣打呢 那跟摩連龍幾年前有什麼分別呢 都是打過人能力而已 打過人能力 你又防守又不是真的很穩陣 其實我們現在究竟 我們套方是什麼呢 就是看到海龍狀態這麼差 你換走他都很合理 這個沒得怪的 但是舒克斯換進來 又再一次成為笑話 連續三場 我都是說 這個前鋒 作為後臂換進來呢 你真是很難看的 因為他的感覺 是滋滋油油奶奶走 我不知道他的心態是怎樣 他是肢體預言 令到我們覺得他很懶 還是他真的懶 數據看不到他的跑動 他有跑的 但只是覺得他跑不起來 又不是準備得很好 有些人會踢正選 也未必會踢後臂 因為後臂你是要一個人很準備好 熱身其實也不夠 你坐了幾十分鐘出來動幾下 未必真的可以踢得著 有些人是踢得著 是要踢很久的 他就真的很明顯是很慢熱的球員 你換他出來 他基本功很好 全控功底很好 他每次後臂都控掉 這些東西我們正選的時候 是沒有見過舒克斯會這樣 但每次後臂都是這樣 結果就是告訴你 其實他後臂是不行的 你正選又沒有好球的進攻 後臂下來就是安東尼、舒克斯 其實真的令人很無奈 最佳的結果 其實你沒辦法入球 就是0比0 後臂就是有穩定的奧娜娜 和超穩定的伊雲斯 這兩個就是我心目中的 這場的MVP1號和2號人選 其實都是別人的進攻的威脅 大過我們 當然最後的Expert Go 大家都是肉算的 都是零點幾 就是進不了 大家都很合理 但這就是我們七場球聯賽 只入五球的原因 就是沒有板斧 你只能夠抓別人 就是別人犯錯的時候 或者我們拿到一個反擊 在前場搶到球 人家還沒站好陣著的時候 我們可以入球 過去兩季也都連續兩季 只入五十幾球 五十七球、五十八球 其實繼續都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看上去現在的比例上 可能還要比過去兩季更加差 進攻就連三季 第三年都是沒有 但是整體上來說 這場球我覺得 他真的 我覺得他自己都知道自己的生死關頭 是嗎? 能不能夠留下繼續下去 你說這個是一個長期的計劃 你都要先顧了短期 這個世界沒有一件事叫長遠規劃 但是現場當場就死亡 這個不可能的 你都是要重返一些比較沉穩的打法 就像這場球一樣 你要現實一點 你不可以一直被人炒三球 你對著列強的時候 你肯這樣踢 你根本沒有那麼容易輸 你對著熱刺 對著利物浦那兩場球 被人炒三顆 其實你是這樣打 對著維拉這場這樣打 縱使熱刺利物浦可能比維拉 Anyway 我不覺得熱刺是比維拉厲害的 其實積分榜上 他們都是比維拉低的 你覺得熱刺很厲害嗎? 對著我們那場球好像很厲害 但其實他 只是對著萬團才那麼厲害 真的 你看回今週這場球 入兩球領先白禮頓 輸回三顆出來 別人對著熱刺 熱刺就不是那麼輕鬆 利物浦呢 雖然他們在榜首 但是都沒有哪幾場 是那麼容易 3比0就搞定我們 就是因為我們天真脆弱 選錯戰術 如果你只能夠 好像 踢維拉這場 那麼實際地去佈防 其實這兩隊不會那麼輕鬆 如果沒有這兩場的被大炒 會不會我們的士氣 有沒有那麼差呢? 即首和其中一場 首和二次0比0 1比1 輸一次一球兩球 其實那個聲音輿論 就不會有那麼大 二次近五輪的英超 就只有一輪沒有失球 就是對萬團 就可以看到我們 究竟進攻有多差 防守又有多脆弱 但是現在呢 你見到 有時候我們入到球 但是防守就輸多個入 但是 今場能顧到防守 又顧不到進攻 所以其實足球就是這樣 你永遠都是 要找到平衡才行 有些球隊就是 進攻強的防守 但是進攻的部分 適合到防守 失球 這樣就可以了 有些呢 防守強一點 防守的強 適合到進攻的弱 依然都可以成為好的球隊 但是我們兩邊都不是真的很好 你這樣的防守水平呢 我不認為你可以一直都0比0 也有不少的球隊可以撕開我們 包括一隊更加fit的圍拉 更加齊張的圍拉 我覺得我們這場都未必守得和 可能就會輸一球 進不了球始終都是很大的問題 除了鷹甲那一場是威勢勢 對著低組別 省人家7球 已經10場球了 不算那一場 我覺得沒有一場是有說服力的 就算包括贏修咸頓那一場 都是剛剛好 人家有個十二碼 四五入 是吧 鋼斑膽 修咸頓現在是包尾 包了艇 那一場都是有些運氣的成分 沒有了 就是10場 我真的都是那一句 你要我相信一個process 你都要讓我見到progress 這個是很熱疾的 你不能夠開張空投資票 你就要求別人無限支持你 無論今週的結果是怎樣 我不是說比賽結果是怎樣 是說教練位置的結果 就是機會是不可能無限的 每個人心裏都有條線 我相信你現在都是支持廷克 想他留下的人 你心裏面都會有條線 只不過你條線比其他人低 有些人的線 是他拿不到冠軍就要炒 有些人是拿不到前四就要炒 有些人拿不到前六、前七就要炒 這條就是我了 你拿不到前六、前七我就覺得要炒 有些人就再低一點 第八、第九都可以接受 給多些機會頂住 我總不相信有人是可以接受到 所以其實時間就沒有多了 英國當地時間的星期二 馬聯高層聚集了在倫敦開會 我不知道這個會是甚麼性質 因為聽說本人也沒有參與 那些媒體已經報導了 他就休了假 去了短的旅行等等 國際賽 大部分球員都去了國家隊 有些球員受傷 剩下的球員多數都會稍微休息一會 可能放棄三幾日假 然後就讓他們歇一歇 他本人也需要 因為他就最早在暑假回來 所以這個都不是說他吞扣 或者是被處罰他離開 沒有關係 但是就沒有回去開會 我不知道本身這個會他應不應該去 因為你看到技術總監 足球總監 或者CEO 全部都去了 領隊 如果他是地位穩固 受尊重的 譬如阿費Sir 我想他也會去 但是聽聽聽 今次是沒有份的 但是 不清楚會議是例會 還是為了討論他而設的會議 但是無論如何 就算是例會也好 今次會議的重點 一定是會涉及稅委 我不知道他能否得到共識 但是會議開了很久 今天我一直都看著消息 由上五、九點幾、十點開始 就開始看到他們正在埋伴 記者其實很容易 萬聯總部在哪裏 誰都知道倫敦的某棟大廈 這是公開的事實 在那間大廈標準就行 派幾個記者在大門拍攝 一定知道他們什麼時候進去 什麼時候開始左右 直到四點幾、五點才結束 開成六個小時 就絕不尋常 這個會議 我相信一定不只是例會那麼簡單 不會有個普通的會議要開這麼久 可能本身有的 agenda就是講三個小時 剩下三個小時 就是討論現在的危機 你可以想像到有幾多的爭論 有幾多的糾結在裏面 一定會有些高層支持 有些高層支持 現在剁它、炒它 但是無論如何 兩邊的風險都相當大 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 剁它、剁它、剁它 或者剁它、剁它 如果你剁它 你想想過去三年 六億的收購 前面那兩年 當是抹掉了 即是前高層搞下來 我們沒辦法 是否判斷 但今年都花了兩億 可能付諸東流 因為下任的教練 你能不能夠找到適用的教練 萬一它又說要炒掉、賣掉 它開會的時候說OK 但結果它就不用 最後逼你賣它 賤價賣 那是否又會很嚴重呢 還要賠它 賠錢 要賠它的人工 就算它不收足也好 其實很正常陪教練炒它 都要一千萬磅 這就是英超的公價 但不炒呢 真的有可能繼續滑落 你看到它一輪又一輪 一路都可以禁上 試氣又沒有一場提氣的球 我可以想像過多幾輪 就算它好一點點 擺一些實際 好像這場的智術 都真的似乎是不下不淡 你看到進攻又沒有什麼模式 段估都不會一兩個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內 它會突然爆出一套很完善的形狀 行雲流水地 長一場入你兩球 不要多了 入兩球 然後就贏二比一 實實正正的贏 應該都做不到的 可能就是對著弱隊 就僅僅贏一球 對有實力的球隊又摸了個和 對強隊又輸多個贏 其實對排名的提升 沒有很大的提升 可能是幾大的 我自己覺得 那你現在的分數來說 而且今年你見到這麼多好的球隊 的進步都很大 你見到白麗頓 雙兵多到爆了 半隊主力沒有在 但他能夠反勝熱刺 衝回到前六名 韋施涵又復活了 開始 紐卡蘇也都在正軌 很難可以以這個 progress 的進度 去進入前八 其實很難的 去年我們沒那麼頑皮 最後都是爬到他上第八 跌回到第八 今年的頭更差 而且競爭對手更強 其實都真的 我可以預想 這樣下去大機會 是會最後前八以外遠跪 其實收購的資金 就會接近是零 因為沒有歐洲賽 去年有 硬來擠到盡 我們就 Nestban 1億多些 沒有的話 再加上我們沒有人可以賣 蜜湯 隔年末 全部都已經賣光了 其實我們真的 可能會完全沒有資金 到時候又怎樣呢 是不是增強不了 目前你要討論 比較合適的接手教練 其實都 兩隻手都掃得完 或者可以選擇的教練 不多 我真的老實說 我沒有什麼誰有信心 你看看 不是我說的 英國賠率賭博公司擺出來 最前的就是雲尼斯杜萊 第二個就是夏天傾彎了的杜曹 第三個就是大家最不想見到的收夫基 第四個見到的就是 或許會是蘇斯克查2.0的卡維克 又是半桶水的名宿 未在頂級聯賽證明過自己 麥堅娜今年教育市域 雖然不錯 但仍在護級區附近配匯 Graham Porter 沒有教育年紀 正在射車路士的長逢 但是 那班底還在嗎 他執教的熱情 或者真的還有沒有能力 或者他本身有沒有能力 我都相對懷疑 這個Oscar 大家未必認識 他去年在單甲 第二級聯賽 大隊單超 其實他是32歲而已 又是那些少帥 即是無緣無故爆這個名字出來 可能都有聯絡過 也不出奇 Thomas Brank 是賓福特的公分主帥 未必大家會很喜歡他 但我個人都幾欣賞 這個教練其實洗錢相當少 但是賓福特 賣到人 他都能把隊伍出來 堅持 以賓福特的班費 站在英超這麼多年 有一定的競爭力 大家見到他不敢少看他 賣了東尼也好 賣誰也好 全部人都走 或者賣什麼人 借什麼人回來 全部他都用得不錯 所以這個教練 我覺得有少許下落 可能 他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但是別人上年是拒絕 他是有些良琴雜目而妻的感覺 不能亂說要上大球會 就隨便接一個job 我覺得他來的機會不大 Posatino又剛剛上任 美國國家隊主席 蘇斯克查就開了聲 說他想回來 但是他肯不肯接受 caretaker的角色呢? 長教就真的不好 大家又夢回當年 現在大家記得的就是聽一下的東西 而之前的東西可能不太記得 但是你回想一下 其實都是可面則面 不要選回頭 真的大概唯一的方法 就是合理一點 安全一點 就是魂腦去暫待 然後又用餘下的時間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或者再過兩個月三個月 甚至是臨近遠跪的時候 就用這段時間去密釋一個更加合適的下任 出盡他們的壓力 好像請高層回來 各種畫角 就畫一個真是你心目中 100分 適合的教練回來 比現在你隨便選一個 這個真的沒有什麼好處 我們經不起再有多少折騰 下一個又吵架收場 又花了兩億 其實萬聯都差不多破產了 比巴賽好多 至於今天會不會 這個會導致他拜拜呢? 我真的不肯定 我完全不知道 即是五十五十 如果你把我放在高層裡面 我都不知道怎樣做 我真的做不到 好像又是刺又死 不刺又死 但我的感覺 他似乎是過不了今季的 即是完了這季之後 他還在這裡的機會 在我心目中是比較低的 大家看他怎樣想 我也很想知道大家覺得應該怎樣做 留言留下你心目中的想法 即是你一定有不同的想法 每個人都會的 大家拿出來討論一下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無論決定是怎樣 會慢慢好 萬聯真的不想他繼續跌下去 下次再見 拜拜 今週之後是國際賽來的 我們直播就會再久一點才有 大概19號才會有直播 中間都是繼續follow著轉會 還有教練的消息 下次再見 拜拜